上禮拜我们主要是更新资料 不过更新资料前面有一个进度状态条 那个部分的话请各位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从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的 这地方第六个单元里面的从云端映决下载 这个程式嘛 你大概就是里面不外乎就是说 你如何自行产生以share变成一个网页 那以往如果把eSale变成网页 可能如果你要不用云端映叠的话 恐怕你可能要自己架设网站 那架设网站的话 那当然如果你不想花任何费用的话 也许你可以用那个之前讲过那个SAMPP XAMPP嘛 那个SAMPP然后架PHP 然后再架MySQL有三个东西 然后把eSale丢到MySQL 再用PHP把你的网页资料 把它传送到网页上 一般的现在一般的技术大概就会用 类似像这样的技术 那当然不一定用PHP 也许你可能用其他的方案 比如说你可以用微软的话 就ASP大内测 如果你是用那个Java的话 可能就是JSP ServerLate之类的技术 反正就是动态的 它主要就是说把资料库的东西 抓取之后放在网路上 丢到使用者端的浏览器 让使用者看到他要看的资料 可是如果说用量的技术来说 其实难度真的对一般来说太高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自己架设网站 又能够把eSale的资料 变成一个网页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 什么呢 用云端硬碟 你把它上传 这边记得打勾 转成Google 再把它发布出去 发布到网路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网页 那除了用网页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CSV 其实CSV的好处就是 逗点逗点逗点 你就丢出去之后 那一般你就是先抓 抓 这是一行 一行一行 中间就是CRLF 最后会有一个CRLF 那你就抓到之后怎么样 最后再用那个资料剖析 逗点把它分开来就好了 你上礼拜的东西 你看还有印象 回去一定要反复练习 最好是一定要再找其他的案例 当然不见得用上礼拜的方便 你随便找 其实这些都通用 而且非常实用 而且不是只有在VBA里面 不是在eSale里面 其实你用手机 其实我的解决方法 也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 手机APP 这个手机APP 如果说你要取得一些资料 但来源 比如说从我这边丢给你 那我怎么给你比较方便 最简单就是云端一点 就类似这样子 只是手机APP 一样去抓那个档案 然后就可以在手机上可以看到了 这样的话其实蛮方便的 我觉得 而且对于一般来说 难度又不是最高的 而且你也不用自己去架设网站 其实架设网站还是麻烦 OK 所以这边的话提供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那做法上面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用 CrayTable CrayTable的方式 其实就是用录制的 不过这个方法当然 它的缺点其实还蛮多的 因为很多 它会产生很多 你不需要的程式 但是关键就是你只要给它一个网站 网页 然后它会自个帮你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 也许你可以再删除你不要列 然后删除你不要蓝 自动调整蓝宽 游标再回到你要放的位置上去 OK 那这个地方是上礼拜 第一个就是CrayTable的方法 用录制聚集 关键就是录下来之后 会有一个关键的物件 就是这个东西 CrayTable 那第二种方法 其实我比较推荐 就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叫XMPP HTTP的物件 这个物件版本大概很多种 我是用3.0 不过一般电脑 有的电脑比较新的话 甚至有6.0 以后的版本 你比较旧的话 可能只有看到大概3.0 不过3.0 应该普遍性应该比较高 那你不要用太旧的 像Windows XP 可能就是2.6 或者2.0 那可能就没有3.0 那就有相容性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不要用最新的 原因是因为相容性 那也不要用太旧了 因为太旧的话呢 恐怕有一些Bug它没解 或者有一些新的功能没有 所以我们取一个中间 用3.0好了 那比如说呢 我用什么用Meshbox把它撕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本来这边是把东西抓回来之后 用Meshbox显示 只不过后来我发现 好像用Meshbox 还不如直接放在我们的储存 某一个储存格里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上礼拜的东西 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开一个新的网页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 这边把它先 常用里面的跨栏字中 然后这个靠上 靠左 OK 然后呢 利用上礼拜写的嘛 就这一段 这一段非常简单 有没有 总共才四行而已啦 我想上面都有注解啦 自己看一下 非常简单 其实如果你到坊间的书籍看一下 没有人写这么短的 只有四行 就可以把一个问题给解决掉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我有个CSV 我把它抓下来 各位可以看到 通通在这里 这个东西其实是云端啦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 同样的方法 如法炮制 做网络上的资料 做网络上的资料 如果是政府开放资料 它也会有CSV 你一样可以抓下来 一样切切切 一样在资料剖析 资料就过来了 很多像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 你们可以找CSV 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现在超过2000种 很多其实都有CSV 你可以用同样的程式 就可以把资料抓下来 OK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 未来开放 如果没有隐私的问题 他基本上都希望开放 为什么 因为公开透明 比较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 而慢慢其实政府 其实也不用管东管西 反正我公开了 你们自己去找 自己去看就好了 再来你可以用VBA 或者手机APP 你也可以去取得 比如说常见的像什么 网络上常见的什么 像有哪些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说哪些地方 可能有路段施工 它会公布 你可以自己去抓下来就好 手机上其实蛮方便的 或者是VBA 在电脑里面看 你也可以去做分析 那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做切割 所以上礼拜这些都有 你可以如果忘记的话 可以稍微把这个范例 那这个XML 这个HTTP物件怎么来的 我这边有照相 所以你忘了 你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 其实后来我这边有个多一个 比如说你资料已经下来之后 像刚刚这个资料 如果你不要再用VBA去切的话 其实甚至不用写程式也可以切 用什么用Word就可以了 我这边我补充 用Word选择性贴上 为格式化文字 表格里面有个什么 文字转表格 也就是说你这个资料中间有豆点 其实它很快可以帮你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那个 就是在Word里面的表格 你再贴过来就好了 我做一次给各位 因为上礼拜这部分没讲到 Ctrl C 把这个range A1 A1处身格 如果你要快速变成一个表格 Word 然后开一个新的空白的 然后怎么样 第一步就是选择性贴上 记得用那个位格式化文字 OK 然后把这下 后面这些不要的通删掉 然后头尾删掉 然后头的话好像只有一个双以后 不需要的东西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可以把它全选 Ctrl A 再利用插入里面有一个那个表格 文字转表格 它会自动抓到这个地方的逗号 12栏按确定 有没有 自动转换成表格 如果说你要把它放到Excel里面的话 你就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 再切到那个 这个Excel 开一个新的 把它怎么样 其实直接贴上就好了 直接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甚至你可以只留下纸就好了 最后呢 自己再把它做什么 做那个蓝宽自动调整 有没有 就OK了 但是 嗯 有些 有些动作啦 当然 你可以知道 可是你不见得会 需要这样用 尤其是你大量 那 当然我讲过啦 如果可以不写程式 你就不写 不过如果质量多的话 你有很多资料来 当然你还是得用VBA来做 所以这个地方留给各位参考 做法上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后面上礼拜有提到 就是把资料下载 变成说本来是一个A1 可是我现在不是一个A1 我先切 切 只要一行 我就切 切 但是切完之后的话 我再利用资料剖析 那其实可以用那个 Multipay Plus 这个 然后呢 在LFC 其实就是那个 每一行后面都会有的 换行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利用资料剖析 把它剖完 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子做完之后呢 其实我们开个新的档 然后把上礼拜的东西 在最后把它demo一下 那今天就要把 那个 这个下载到A欄 其实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是下载到A欄 然后再开一个新的 其实再来的话 就是把 除了下载到A欄之外 再利用资料剖析 这个资料剖析是用具体录制的 把它下载 全部下载完之后呢 再把它剖析 再自动调整栏框 其实还蛮顺的 对不对 握得可以啦 握得只做一两个OK 可是如果说你是做大量的话 那当然还是用VBA来处理 会是最好的 最笨的一定就是 慢慢固置贴上 他是最笨的 OK 那同样 这个应该有概念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把资料来源 本来是云端 我们自己的 改成什么呢 改成另外 可能是大家常用的 比如说包含 好像 应该各位有 常有看外汇吗 看股市啦 看一些资料 对不对 像比如说外汇 最近 川普上台之后 很简单 理论上 应该会 那个什么 大家说看 美元应该走强 可是看一下 好像刚好颠倒 可是这种东西 其实就这样 不见得 有些消息 反而可能 它 会反向操作 OK 所以 很难说啦 不过川普 他也当然希望很多产业回去 会不会 之后再走强 也可能 可能先跌 后掌 对也有可能 那当然 每天每天要关心一下 那 当然 最常看的也许 你可以资料来源于 从台英外汇 所以 请各位待会 看一下 在云端卖版里面 我这边有个新的 这个 也是一样 问题06 下载网络资料 就是下一个单元 那我多了一个台英外汇 台英外汇 它下载的方法 也可以用Creditable 也可以用XML HTTP 不过我发现 Creditable 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下来的东西 因为那个版型的关系 就是台英的版型 所以它变成说 一栏 栏宽太宽了 你可能要自己再调整 还颇麻烦的 早不如怎么样 用XML的这个物件 来抓会比较简单 那我demo一下 其实我们待会要看的东西 大概就这样 也许我今天需要 就是把它一个清楚 那这个资料 其实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台英的官方网站 我想台英官方网站 应该大家都知道 你就打一个台英外汇 或者打一个外汇 它自动会跳出来 就是这个网站 台英的那个牌价 那里面的话 当然我想要知道 比如现金跟极其的 那现金跟极其有买入跟卖出 所以总共会有四栏的资料 那这四栏的资料呢 如果今天呢 希望能够怎么样 即时的从这个网页里面 帮我抓取到哪里呢 直接我按一个按钮 自动帮我怎么样 就可以跑到 把这些通通跑到这边来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我该怎么样 把它快速的 把这边的资料 直接就抓到 我们Excel里面 那这我按一下 给各位看 我现在用XML的HTTP抓 那你会发现下载完毕 应该里面上会一模一样 有没有 那当然喔 也讲过啦 最笨的方法也是复制贴上 因为复制贴上 每一次都要复制贴上 每次都复制贴上 太浪费时间了 那可是问题喔 我要如何把这些资料 快速的直接就倒到这边来 有没有 如果说你假设啦 当然你未来还可以 每隔几分钟 或者每隔多久时间 自动再去抓一次 那当然你可以不用把旧的删掉 而且你可以 例子资料 你也可以一直加 不过这个后续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扩充 那我做法就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是清除它 一个是从网路上再把它抓下来 两个功能 那这两个功能喔 其实用的方法跟上礼拜差异的部分喔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上礼拜是从我们自己的资料 这个礼拜的话呢 是从网路别人的资料 可以把它快速的抓过来 抓的方法喔 特别注意喔 这个是有点难度 待会我想请各位 先试着想想看 第一个先到台营的官网 了解一下它的结构 那怎么样把它抓下来 其实今天讲的东西 难度其实是会稍微 比较来的 还来的高一点点喔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需要做一件事 按右键 检视网页的原始码 那你可以看一下喔 这里面原始码 其实呢 如果我们用XML HTTP物件喔 抓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原始码全部抓下来 抓到哪里了 抓到我们Excel里面 可是我今天要的 不是这里面说的东西啊 我要的是什么呢 我要的资料呢 实际上只有什么 只有往下追喔 你可以看到 其实基本上就是抓什么 抓这个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本行 往下找 其实就是在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里面 你会看到 它还有重复的 这边一个区块 数字有没有 31.08 31.08 31.62 30.62 不过它这个什么 有个Hight Hight 特别 后来发现 这个网页 里面有一些 机关 什么机关 如果你把它变成手机的话 它会变成什么 现金跟机器 它可以切换 有没有 但是如果你变成 一般的电脑 你会发现 它上面的按钮不见了 基本上 它是由这个里面 去做切换 不过它在细节 如果各位兴趣的话 自己再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 上面这个区块 其实它是 for手机的 而且它有 phone 手机用的 下面这个区块 是给电脑用的 那你会发现 它这一段程式 有没有 跟这一段程式 总共会有四段 其实都长一模一样 那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 后面这个数字 要把它抓到哪里呢 抓到ESale里面 那变成说 每四个 我就抓一次 每四个我就抓一次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待会来看一下 不过 以后如果说你要抓网路上的资料 它逻辑都差不多 第一个 你要去怎么样 稍微分析一下 网页里面的原始码 OK 按右借 有没有 简式原始码 那当然很多地方 有些你可能看不太懂 不过暂时没有关系 你至少要抓到你要的东西在哪里 往下抓 你看得懂就先看 看不懂的话 也许先跳过 第二个 也许你找不到那东西 没关系 你可以选举这个区块 按右键 检查 它也可以自动把你跳到那个区块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HTML 不太熟 但是呢 在 这个是Chrome浏览器 Google的浏览器 它有按右键 可以有个检查功能 其实我蛮常用的 因为我这个 我从头到尾看那个HTML 太花时间了 我可以用呢 按右 选举它 按右键 检查 它会跳出来告诉我 你这一段程式码 里面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在这边稍微看一下 分析一下 那后面呢 抓取 网页的资料呢 答案就几乎就出来了 怎么做 待会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呢 稍微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重点 再回顾一下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如何再利用那个像 XML HTTP物件 再去抓取外部的 那个 网站的 那个资料 直接把它抓取到 我们的 Excel里面 不过各位要注意一下 其实它相对大家有点难度 不过各位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逻辑跟上个礼拜的逻辑 基本上都一致的 只是说你要稍微改一点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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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